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要求采取相关制裁措施 在这起案件中 Auto Robotics 便指引大家在美国进出口 或销售的产品侵犯其专利权为由 提出调查申请 此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甚至有人转策美国开始将矛头 对准中国科技企业了 但基金军经过一番核实发现 其实是一对老巷时到美国开战去了 Auto Robotics 其实是一家穿着美国马甲的中国公司 其中文官网介绍 公司总部位于深圳 中文名为道通智能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2014年成立 Auto Robotics 就是其美国分公司的名称而已 具体验查 道通智能的实际控制员是李鸿晶 李鸿晶也是深圳 是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员 道通科技成立于2004年 是一家以汽车诊断方案和设备起家的公司 2014年成立道通智能后涉足 人机市场 道通今年4月 曾诉大江侵犯专利权与专利权 大江和道通 两家公司 这次并非星球 而是早就结下了旧院 今年4月25日 大江其校三家公司 DJI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SV DJI Technology Code Limited 和 DJI Europe BV 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 法院被起诉专利侵权 原告及道通智能 美国分公司Auto Robotics 诉讼中 道通智能串大江对于 Mavic系列 小Spark系列 精灵 Phantom系列 Woo Inspire系列等多款无人机产品 侵犯了其两件 美国发明专利权 而这些被诉侵权的无人机产品 目前均处于在设状态 且都为大江的主要产品 道通所说的两件 美国发明专利 分别为7979,170次号174专利 和926,0184号184专利 其中,174专利为自动再聚速度的自动规划和调节 2011年7月12日获收权 184专利名为 紧凑型无人旋转飞行器 2016年2月16日获收权 不过据媒体报道 两件专利最初军飞到通持有 174专利由霍尼维尔 Honeyware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2008年6月4日申请 2017年10月 才转让制到通知能名下 2018年4月 也转至Auto Robotics 名下 184专利则由加拿大沃泰华一家 无人机公司 Dragonfly Innovations Incorporated 于2014年6月16日申请 经常专于2017年12月5日 帮转让给Auto Robotics 两家公司专利权纠纷由来已久 道通近期频频出手 但过去大江也没少找到通的麻烦 2016年7月 广东高院曾二审大江速道通 侵害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一案 资料显示 大家称道通制造销售的AXS的无人机产品 与其专利外观近似 侵犯其专利权 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 合理开支15万元 但最终为获高院支持 2016年8月11日 大江以专利侵权为由 将到通诉至特拉华联邦地区法院 趁后者侵犯了其三件美国发明专利 90166107号 9284049号 9321530号 和一件美国外观设计专利 第691514 设计多悬疑 无人机 的上下俏体 一体化结构 2017年5月19日 大江还曾在华盛顿西区 联邦地区法院起诉道通 趁后者专利 侵权 该案已于2018年3月 被移送特拉华联邦地区法院 遇上数案件合并审理 网友评论恶意竞争 对于此次两个冤家的纠纷 有看穿了一切的网友认为 只是炒作和恶意竞争 也有人认为 这是竞争对手之间 想战市场的套路 打通的无人机要出货了 目前 大江被阻害处于ITC审核 已决定是否要立案的阶段 根据流程 ITC在收到原稿的调查申请后 将进行审查 并在30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如果立案才会正式启动调查 中文字幕里面有 Gosh 猫的 猫的 你 这个 说